大家好,我是卉卉 冬天我家就爱吃饺子 一般都是煮着吃或者是蒸着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下面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沫香油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了 拌上劲 哇 闻着好香啊 把这些料汁都给它搅到肉里面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先放一边腌制五分 中文字幕终于是敬成功 写减色 你们有想到 这个你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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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它晃匀 上面撒上黑芝麻点缀增香 盖上盖子再焖上一分钟 等鸡蛋液定型 像这样的就已经熟了 给它出锅装盘 再撒上一点葱花点缀 饺子这样的做好吃又好看 而且加上鸡蛋也是非常的有营养 看一下这个底部金黄金黄的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我来尝一下 皮薄大馅吃起来鲜香味美 里面是鸡肉的 多吃呢也不会长胖 加上底部的这个鸡蛋 吃起来真的是人间美味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的话 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惠惠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